北京时间2月28号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 孙杨被禁赛8年 下午6点多 孙杨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 说一定要坚持上诉 那么孙杨上诉期间能不能参加比赛呢 答案是不能参加比赛 这是规定的 第二 那么孙杨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 其实成功的可能性非常的渺茫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程序错误 我们看一下逻辑在这 国际反性分级组织 它的逻辑就是 你可以质疑我资质的问题 你也可以质疑我程序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暴力抗减 你不能砸我的采样箱 你如果觉得我资质不够 你就觉得我程序问题 你可以在事后去上诉 再告我 但是你不能当场砸我箱子 所以孙杨这个事 死结就在这 你没有按程序办事 你的逻辑是行不通的 这就好比我们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打架是我们理亏 但是我们也吃了亏了 那么讲来讲去 其实最终开始开头还是我们的理亏 甭管我们挨揍 挨多大的揍 也是我们先理亏的 各位您觉得这个事儿 孙杨有没有希望翻盘呢 到底冤不冤啊